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那個新製作的檔案 那您可以直接從這邊進來也可以 因為其實可能有些老師已經有在錄 就是所謂的遠距教學 我們學校目前暫時還沒有推出那個 摩克斯嘛 可是我相信老師都知道 錄摩克斯應該是算趨勢了 你現在不錄 別的學校也是要錄 那越不想接觸只是 只是 越慢 感覺到而已啦 你只會覺得壓力越來越大 但是呢現在要錄影真的其實不會太難 就跟老師平常做遠距壓 也許老師可能會選擇用Appercand 對不對 Appercand也是學校買軟的 那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我們現在 事實上教包中心是不是還有一個虛擬社群 在足處玩那裡嗎 我問一下老師 我也是去年我有體驗過 但是老師有真正去那邊錄過嗎 有齁 也沒有發現如果你要這樣錄的話 要動員的人還蠻多的 你 不是說老師一個人覺得OK就好了 我要先協調時間 然後要先搞要先嘴過對不對 哈哈哈 行不行 然後哪個鏡頭那邊要做大概哪些事情 都要先 處理 所以你看我今天 我幫你家的 曬魚架都拿來了 我第一次上課要用照曬魚架 哈哈哈 你家 其實這裡我也可以 我把這邊拿過來 這樣就看到了對不對 嘿 曬魚架也很好用耶 因為我們只要把這個放上去就好了 你家裡面就有了 哈哈哈 事實上辦公室也可以用這樣 對不對 其實簡易一點的 為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用那個投影機的 事實上也可以 只是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那個距離我們電腦有點遠 所以我只要就是稍微這樣弄一下 等一下我們在錄的時候 現在有軟體就可以直接做即時去備了 以往呢 老師的認知是 比如說我們用什麼 威力導演啊 Premiere啦 惠聲惠影啦 或是這種 剪輯軟體 我們去錄好這種所謂藍綠幕之後 就進到後製嘛 是不是要花一點時間 你要去做處理 金棒很冷啊 除非老師要做精緻的 那當然虛擬攝影棚是很好的方法 可是如果說就是老師比較單純 欸我想要有類似像虛擬攝影棚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需要比較方便的空間時間 對不對 有彈性的時間 那人力上我也不用太多 一個人就可以搞定了 這樣對老師來講 你要錄這些影片 是相對就 你的動力會比較強一點點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解決金貝的問題 哈哈哈哈 因為這些都是免費做 這個要花一點錢 齁 但是學校金貝我們沒有辦法多給 但是至少就是 老師就不用太過擔心說 啊我還要什麼硬體啊 還是虛擬攝影棚 還要搬到家裡面 這樣太麻煩 所以可以像這樣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給老師看一下 在這邊 你看其實我們現在啊 這個摩克斯 摩克斯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什麼 有一個前提就是 大部分我們需要一個什麼 就是五到十分鐘的單元短片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現在錄 那個遠距 應該老師也都是類似的方式 就一個 一個咖啡 這樣去錄齁 那 我平常四張錄影習慣也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 老師您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Google一下我的資料 我有買關鍵字 謝謝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老師買了關鍵字 我真的有啦 這廣告呢 按下去 我就是要付錢這樣 哈哈 好 你可以到我的摩克斯這邊來 那 您進到這邊來之後呢 呃 在上面這邊有的 YouTube教學頻道 所以其實平常我在學校的影片 或是像這種 公開演習的部分 我都會像這樣錄好 好 比如說像 呃 這個是 上上禮拜去中正的 那我就會類似像這樣的安排方法 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那一個段落原則上 就是這些影片 我會盡量 在十五分鐘之內 結束 當然偶爾還會 也是不小心會講太多啦 但是盡可能啦 就是自己 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就是效果 就會比較好 效果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 稍微看一下 我大概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我們現在回到剛剛的這個 這邊啦 那 摩克斯呢 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他就是要線上經營嘛 所以可能老師的這些線上評量啊 那些大概就是 需要稍微準備一下 那麼現在從 我記得從去年 開始 現在摩克斯 他也有就是 集體的考試 那這個應該是 好像是那個 浴王的 浴王的 就是他們有一些課程 就是你線上上完課之後 好像之前 在五月份 還六月份 他有做一個線上考試 那你就看 考過之後就是我 有學習證書這樣 因為現在有些自學的那個 同學的話 他需要一些那個 證文 那麼 那麼 一般來說 我們大部分 老師 要錄摩克斯 不容易推廣 大概是這幾個原因 我想 如果老師有 遠距的 事實上也都是一樣 第一個 虛擬社群比較貴對不對 都接近百萬嘛 看好壞 目前我看過最好的 應該是南華 南華大學 那麼那一間真的很棒 這個 等同那個 傳播學院的那種 就幾乎快是跟電視台差不多 可是說真的 一般 各校的使用率 大部分都不太高 因為老師大部分都不願意的 現在不是設備的問題 是老師意願的問題 那 為什麼老師開的意願不高 因為麻煩 老師有路過遠距的 你就覺得說 我好像要多準備很多東西 對不對 你就會覺得比較麻煩 更何況是這種 就是 你一定要現身的 遠距還不見到現身 所以人家要現身就好了 聲音有聲音 這樣也可以嘛 但是 這個不行啊 還得注意一下穿著 不然他買 還要購裝 有沒有 花錢製裝 所以麻煩 再來就是 降發送機這邊也麻煩 因為他還要找TA 訓練一下怎麼操作那些東西 可是問題是我們TA流動力其實說真的很高 對不對 你總不好一直一直留他下來 他表現良好啊 還是要給他 還是要給他畢業嘛 不能繼續留下來 所以這個有點困難 等於說 你要學會操作那個 可是他 錄沒多久 糟糕又換力批人 要重新訓練一次 那每次重新訓練 老師更累 因為要重新溝通一次 這是一個麻煩 再來當然學校經費是不足的啦 因為不能補助老師錄太多時速嘛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 糟糕 這些同學 即使有在 我也不能多請他一些時速 那也許老師就要想辦法再找清費 對不對 這樣又更麻煩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應該也是未來大家會遇到另外的問題 不管是遠距或是這種線上的 因為人數不是四五十個 可能四五百耶 所以老師光測驗 所以一般為什麼摩克斯 老師大部分喜歡用是非 還有那個 就是選擇題 不要用 那個作業題 問答題 因為問答題 或是教作業最可憐嘛 可憐的是老師不是同學 出作業是給自己找麻煩 就是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是你要改那就是很麻煩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般 比較少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我要推廣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地方 那麼再來就是 一般我們現在比較常見的 看到老師在錄 所謂摩克斯 比較常見就直接用虛擬攝錄 這是最早的方法 但是最近呢 今年 應該是去年年底開始 就有一些老師就直接用DV錄了 就錄下來之後 也不要做什麼即時的續備啊 反正就是 有簡報 然後就是一個 那個影像 老師講解的影像 就放在左下或右下 就這樣 也沒有人說這樣不行啊 也是OK啊 也是一種方法 那再來 像另外大家常見 就是用一般的螢幕錄影環境 螢幕錄影環境 我就不要錄老師的畫面 那這個對我們現在電腦來說 這個就相當方便 就很簡單 就可以完成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比較常看到的幾個方法 那麼今天要特別跟老師介紹的是這一個 就是叫做OBS Studio 老師有聽過網紅吧 這是他們最喜歡用的那一套 所以這套可以做直播 可以做直播 但是我們不是要做直播用的 所以我們首先第一個 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 所以這個學校沒有費用的問題 老師自由使用 第二個 沒有愛不愛蘋果的問題 沒有開窗戶的問題 對不對 有的人喜歡用開窗戶的 有的人喜歡咬蘋果的 就是作業系統 它剛好都有 再來 它可以直播也可以做錄影 那我們要的是它錄影的功能 我們要的是它錄影的功能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樣 那還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它支援即時的藍幕區別 等於等同我們虛擬證明的概念 那您就不用說 假設您就是熟悉了 其實就錄錄錄錄 我想要問一下老師 你覺得剪接比較快 還是重錄比較快 重錄比較快 重錄比較快對不對 那很好 所以老師試用這種方法 因為你會發現 我經常說一次 再來 比我在那邊邊找邊看哪裡 剪錯了 講錯了再來剪 然後再重新接起來 再弄快多了 所以 這個就方便 那再來就是 它有中文介面 所以老師也不用擔心說 糟糕 這個英文單字啊 可能我不太熟 尤其不是可能相關科系的老師 可能覺得好像很難 不會 再來就是 這裡 它用webcam就可以完成 所以您看到現場 我有兩個webcam 兩個webcam 事實上 這樣就可以打到很不錯的效果 齁 就可以打到很不錯的效果 再來就是 當然這是最方便的 就是您很容易就可以安排您覺得 看你知道辦公室 研究室還是家裡 用老師最輕鬆的心情去錄製 這很重要 為什麼 我們現在為什麼在虛擬聖門 路比較慢 除了剛剛那些原因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 因為在那邊會比較容易緊張 沒錯吧 我在聖課堂上 不能說隨便亂講 但是至少就 課堂上 老師是最熟悉的場合 所以你 最輕鬆 那你家裡也是你最輕鬆的 或辦公室還是研究室 就是 反正你是老爸嘛 所以 那你主導 可是呢 在虛擬聖門就是 比較陌生的環境 我們又不是像 演員這樣主播啊 每天都是在那裡 那當然你就是 駕親就熟 所以在您最熟悉的 環境之下 你來錄製 是不是就更輕鬆 就 吃螺絲的機會 比較少 吃螺絲的機會 就少很多 所以這個是我們 為什麼要特別跟老師 介紹一下 那麼我們網上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老師可以的話 最好是用雙螢幕 雙螢幕 應該是基本配備 如果老師 平常錄遠距的話 應該這個也是 基本配備 為什麼 不然你開始按下去 人家會看到啊 哈哈 就是你要多剪掉一點點 不然你那個過程 還是會稍微看到 所以雙螢幕是比較好 當然您說 如果都沒有 我單螢幕可不可以 也可以 也是一種方式 第二個 您可以準備 就是網路攝影機 就好了 當然是蠻好一點的 網路攝影機 不要說 太差的 我這一台一定是最好的 這台 多少 喔 老師又看看啊 這台 已經算對 頂級了 目前頂級有兩款 一個是羅技的 一個是那個 微軟的 老師猜看看多少錢啊 3000 喔 老師有概念 再高一點點而已 5000 沒有高一點點是三位數 哈哈哈哈 三千五 三千五 三千五以內啦 對對對 有沒有比老師買手機都還便宜 對不對 對 可是已經最頂級了喔 那些人喔 各位 支援4K的那個 你用不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軟體也不支援 大部分軟體都不支援 所以沒有用 嘿 那它好處是要有廣角跟立體聲 所以如果老師比較在意那個畫質 跟那個收音的效果的 我是建議老師可以買好一點的 那一般的 像我們這個大部分都是 一千塊上下有漲 就一千塊上下的那個 網路攝影機就 效果就還不錯了啦 好如果說老師它更好一點就 頂多就到三千多 就緊繃了 不會再開氣了 哈哈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再來就是這個藍綠幕 那你剛剛看到我線條這邊有藍綠對不對 其實我還有帶一個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邊 因為我現在這個藍綠比較小一點 那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是比較偏那個 不能算標準的綠幕啦 就是比較偏黃一點點 可是它去的效果也不錯 因為這比較大 所以如果老師就是說 同時要路徑比較多 兩位到三位同學的 可能就要稍微大一點 因為這個藍綠幕 稍嫌太小 就一個人 或頂多雞兩個就是蠻急的 這個是 像這樣 那這種 這種木的話 您去哪裡找 以後找 教化中心統一購買 哈哈哈哈 沒有這便宜啦 這您就會找 只要就是螢光綠 或螢光藍 這兩個我們身上 比較沒有的顏色就可以了 就跟我們那個標準色嗎 的顏色一樣 所以這個 其實都便宜 只要不會反光的那一種 就是你要選那種不反光的 不反光 因為會反光會因為 受到燈光影響 所以就可能 去背效果會比較差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 可能待會呢 還會跟老師 介紹幾個 輔助的一些工具 輔助就是 老師您在 課堂的講解也好啦 或者那樣 錄摩克斯的時候 有一些不錯的工具 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今天 主要要跟老師 分享的這個內容 這樣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OK齁 好 請問一下那個 比如說那個去背 你這裡是藍色的嗎 對對對 那 會不會看起來 是皺皺的 就是背景的 如果老師能夠像 攝影盆這樣 拉蹭是最好的 盡量不要有這種皺摺 對對 因為這個如果有皺摺 其實去背效果會少差一點 因為畢竟這個 照下去之後 顏色還是會有點不一樣 對 對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把它維持平整 不然就有什麼 鬱鬥的感覺 對對對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好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就請老師來這邊 下載一下軟體囉 軟體您可以從右手邊 這裡的話 您可以先從右手邊 我們將諾老師您進來之後呢 在我們的右手邊 在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Open Broadcast Studio 右手邊 您往下捲動一下就會看到 有沒有找到 這個 點進去 這個我已經放在我的那個雲端點上 所以您就直接下載就好了 好 檔案108每個啊 您就直接下載下來就可以 嗯 這裡